林彤 我不同意你跟这女人在一起 怎么说话呢 叫嫂子 来 笑一个 小时候怎么样 还挺顺利的 应该没什么事 还没吃饭呢 你最爱吃的 谢谢 你弟弟呢 陈光普家呢 给她点了卖卖 回家出走 不是 说是来考试的 要考什么艺术学院 爸妈还不知道这事呢 到时候家里又得乱逃 那怎么办呀 我刚才公妈打电话安抚了一下 晚上回去 再跟我弟弟好好聊聊吧 快吃饭吧 一会儿凉了 你吃了吗 吃过了 咱们吃饭 吃饭 就吃饭了 咱们吃饭了 这边 吃饭了吃饭了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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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你是林彤 是吧 你谁啊 我是你跟女朋友 我叫安智雀 你叫我小雀姐姐就行 我来接你的 我又不是小孩 你说话之前先叫姐姐 有没有礼貌啊 走吧 不听话给姨妈打电话 去哪儿啊 你带我来这儿干吗 我就在这儿上班啊 你在这儿待着等我下班 你是卖饺子的 对啊 看不起卖饺子 连头找了个卖饺子的女朋友 我告诉你 认识你哥之前 我还是捡垃圾的呢 去 去 上那儿坐着去 也不知道这徐丽莲女士 要是知道你过来易考的 你怎么知道我妈名字 我不光知道你妈名字 我还知道你妈电话呢 你妈电话是1381 你威胁我啊 我不恐吓你呢 我告诉你啊 我可没你哥那么好脾气 在我这地盘你就得听我的 我对不起你的招啊 多的是 部署三个数 先来洗手干活 一 二 洗手啊 那洗手业就在那台子上面呢 想说什么就说 你和林拓在一起多久了 林拓是你叫的吗 不叫哥哥呀 你和我哥在一起多久了 叫姐姐不然不对话 放我 一年多了 怎么了 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你俩在一起 为什么呀 因为我卖饺子呀 我又不跟你爸妈结婚 那你俩总得结婚吧 那结婚也是我俩的事 我俩感情好的呢 即便有一天分开了 也不会是因为谁不同意 你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你那一考考上了吗 用你管啊 我还真不想管你呢 要不是你哥让我管你啊 你现在就在那大街上溜达着呢 转什么呀 未成年 我忍你很久了 我告诉你 我成年了十八岁 十八岁 你是不是还有半年才十八呢 是不是现在生活还受管 我一周只能打一个小休息啊 你干吗呢 打来就有节奏 可以呀 小姐 林冬啊 我不同意你跟这女人在一起 怎么说话呢 叫嫂子 笑一个 来 那 在这儿签个字 再按个手印 行了 这样这个房屋保全申请也都好了 接下来咱们起诉的时候 再过去办手续 你也太厉害了吧 这样 就能把这钱要回来了 做错事的又不是我们 要有信心 不管多麻烦 都坚持要 有你在 我就有信心 嗯 对了 我今天去面试那家公司 还有互联网新媒体部 我把资料带回来了 你抱一下 要是咱们两个能在一个公司上班 那多好啊 我看看 啤酒 不能喝 你俩大白天呢 就在这儿喝酒啊 是啊 这是我俩的秘密基地 什么秘密基地啊 这不就是个破便利店吗 你俩就是穷 对呀 我俩就是穷 所以啊你得有出息点 快养着我们呀 我才不养你们呢 你怎么知道这儿了呀 陈光浦 陈光浦哥哥说的 挺厉害呀 怎么来的 共享单车呀 可以呀 长大了 都能自己骑共享单车了 你也都十八岁了 你跟你爸你妈 能不能证实她 已经是个大人的事实了 你先证实起来 以后不要叫我卫成年 好的卫成年 手机拿过来 干嘛 拿过来 干嘛 加微信 我给你发了个北兴艺术学院的议考资料 里面有好多议考学生弄的议考帖子 应该是对你有帮助 下次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你陪我 你不是要考艺术学院吗 你应该唱歌特别好听吧 你唱了一个吗 我唱 你唱了一个 我不 你唱了一个 我给你指导什么 你懂什么呀 就给我知道 我懂啊 我唱歌可好听了 来你唱嘛